你猜男子将漂亮女同事迷晕了 要干什么 别猜了 其实连警方都猜不到 完全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我都都没办法解释这个事情 你又猜行李箱里装的是啥 没错就是尸体 然而那又怎么样 男子拖着尸体在监控下面走 故意让警方看到 找不到尸体 连这个杀人案件也不能构成 警方派出汪汪大队 都未能找到尸体 今天的案子很悬疑很科幻 警方都被耍得团团转 强烈推荐躺在被窝里刷上一击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6年11月10日晚 地点广东烧关 一美女到派出所报案 称其姐姐潘连人间蒸发了 据美女回忆 五天前 姐姐潘连到保险公司去办续保业务 谁承想 潘连是一去未归 至今下落不明 电话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潘连家中还有个四岁小孩需要照顾 他绝不可能不辞而别 潘连办保险的那家公司 在一幢高档写字楼内 名叫财富广场 位于火车站泡 民警立马调取了大厦的监控 发现潘连在11月6号上午8点25分 坐电梯来到13层 然而诡异的是警方查遍了大厦的所有监控 都未见有潘连离开的画面 这就六桥加一桥很七桥了 潘连绝不可能凭空消失 据调查 潘连此前就在这幢写字楼内的一家保险公司上班 只上了几个月就离职了 警方找到该公司员工询问潘连的下落 然而却没人见过他 通过对潘连手机通话记录的调查 得知他在失踪当天 曾与一个叫李坚的男子通话相当频繁 当看到李坚这个名字时 民警的心里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第一 他与潘连是前同事关系 第二 潘连当天到达的13层 正是这个李坚所租住的公寓层 第三 李坚因盗窃采过10年缝纫机 2014年才刚放出来 第四 李坚在一个月前牵扯一桩迷奸案 因一直没能找到有利证据 案子始终未能定性 这个案子我们一直都记得 对李某这个名字我们一直很熟悉 然后又关联到他 就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口走势案 这么简单 然而 李坚的确很奸 虽然身上一点重重 但他依然稳如老狗 该上班上班 是李某坚吗 是 我们是藏蓝路派一所的 面对警方 李坚非常坚挺 跟没事人一样 还表示愿意配合警方一切调查 但有一点 他打死不承认与攀连相识 这不是扯吗 李坚明明以前是攀连的同事 而且通话记录显示 二人经常电话联系 这不是睁眼说下话吗 我们把时间往前倒一个月 一个名叫刘英的美女 到派出所报案 称自己被迷奸了 他说 一天前 他去李坚的公寓内谈工作 李坚很客气的领他进屋 并让他坐在沙发上 二人气氛融洽 交谈甚欢 然而聊着聊着 刘英就迷糊了 聊着聊着 就失去记忆了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这一般正常人 他不会这样吧 等他再次醒过来时 已经来到了第二天上午九点 房间里就剩他一人 这里已经超过12个小时 12个小时的记忆都丢失了 我们就很奇怪了 刘英说 昏迷前 他接过李坚递来的水 喝了两口 喝完没一会儿 就失去了记忆 他也不知道 自己是否被人侵犯 身上财物也被丢失 就仅仅是断片了 恍恍惚惚而已 他也去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说他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血液里也无药物成分 警方也对李坚进行了讯问 他说 刘英确实是跟他聊着聊着 就睡着了 为了避嫌 他也不敢碰他 只能就此离开 监控显示 李坚离开过 但他是来来回回 多次出入电梯 民警为此还对李坚的房间 进行过全面搜查 然而 却未找到任何诸如 违禁药品等相关线索 警方对此案也是处在 一个完全猛逼的状态 不清楚李坚这小子 到底干了些啥 也没证据证明他干了啥 但他就这样明张目胆的 把一个美女同事留家里过夜 没企图谁信呢 然而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攀连的失踪 跟他又是强相关 你也没证据找他麻烦 他又死不认账 这可如何是好 但警方确定 攀连一定还在这种大楼里 于是 警方组织百名警力 一间房一间房的找 挖地三尺 也要把攀连给找出来 特别是李坚租住的房间 恨不得用显微镜来找 然而 就差把大楼翻过来了 结果就是找不到 此时 距离攀连失踪 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天 警方判断 攀连已经凶多吉少 既然找不到 那会不会是用了一种 隐蔽的手法 将攀连神不知鬼不觉地 运出了大楼呢 于是 警方把希望寄托 在对监控的研判上 果然 11月6号下午1点10分 李坚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 从13楼下到1楼 行李箱上有一个绿色塑料袋 出电梯时 可以明显看到 李坚费了很大劲 才将箱子整出电梯 当时 他是从大厦侧门出来的 往停车场方向走 他还特意拉着箱子 从大厦正门逛了一圈 随着箱子的拖动 隐约可以看见一个人的轮廓 李坚边走边换手 可以看出 箱子确实很沉 出了停车场 李坚将箱子绑上摩托车后实力 唯一能够解释 这个女的 没有在这个大厦里面 唯一一个可能就是 会可能会通过这种方法 把它带出来 通过对李坚 骑车方向的追踪 警方掌握了 他抛尸的大致方向 通过对道路监控的分析 警方发现 这小子拖着行李箱 来来回回的照 似乎是在干扰 警方侦察的视线 2016年双十一晚上 警方经过大范围搜索 在周田镇的路边草丛里 找到了行李箱 然而行李箱却是空空如也 这小子滑得像泥丛 技术人员通过对箱子里 DNA的提取 又发现了一件怪事 箱子里并未提取到 潘莲的DNA 却提取到了刘英的DNA 当时我们觉得这么蹊跷 怎么走出了是十月份 十月底这个迷奸的女的这个DNA呢 然而刘英现在活得好好的 怎么她的DNA出现在了箱子里 不管那么多了 警方决定给李箱上大记忆恢复套餐 在大量证据面前 李箱承认了用箱子抛尸的事实 也表示愿意帮助警方找到尸体 2016年11月13日 警方出动大批警力 对李箱指认的抛尸范围进行搜索 然而一整天下来始终一无所获 没办法只能请出汪汪队前来帮忙 然而又是一整天下来 是啥也没搜找 找不到尸体 连这个杀验案件 依然不能构成 所以尸体是最主要的一个证据 一天一天的在腐烂的话呢 对我们是非常取证 非常不利的 与此同时 负责外卫调查的民警 有了重大发现 他们在车库里找到了 两台李箱的摩托车 恰好其中一台摩托车 具有卫星定位功能 又恰好李箱抛尸那天 正式骑的这一台 他很清楚 他自己的摩托车有GPS定位 他在那帮我们的火焰时间 故意的把我们带远了9个公里 2016年11月14日下午 警方在北山脚下 终于找到了潘连的尸体 法医证实潘连是被人掐死的 面对铁证如山 李箱低下了罪恶的头 原来李箱与潘连确实是同事 2016年8月 李箱劝又潘连将一笔50多万的保险退出 再重新购买一份超高收益的保险 然而李箱却将潘连退出来的50万保费 全给私吞了 买了他最喜欢的宝马摩托车 钱花了自然是没有了 潘连多次追问钱的下落 李箱却支支吾吾讲不清楚 逼得烦了 李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将潘连干掉 在李箱的电脑里 民警发现 一个月前 他就在电脑里搜索 行李箱能否装下一个女人 尸体什么时候开始发臭等信息 2016年10月 李箱将刘英用药物迷晕 实际上只是为了测试 能否将他塞进行李箱内而已 李箱确实没有侵害刘英 仅仅是为了日后杀害潘连 提前做的实验 所以说 后来警方只在箱子里 提取到刘英的DNA 包括后面的抛尸路线 都是经过李箱精心策划的结果 他就是故意 要把这个箱子跟尸体分开 他说 我们可以从他的大厂视频 看得到他的箱子 这一点他自己他就知道 所以他在抛尸的时候 刻意把尸体 抛出去 这个箱子 他晚飞载了 有40公里的木材 再来跑 李箱知道 只要找不到尸体 你们就无奈我何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 用赃款买来的高档摩托车 却将自己给出卖了 正应了那句老话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李箱的结局 不用说 必将是一颗香喷喷的铜皮花生米 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元宝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